《國際權威學術》期刊《自然》3月20日發表報告 指出約六成的中共病毒又稱武漢肺炎 感染者是沒有徵狀或是輕微的徵狀 但他們的傳播病毒能力並不低 這些隱性的感染者或將會引發新一輪的大爆發 華中科技大學公共衛生學院院長烏唐春表示 據最保守估計至少59%的感染者沒有經過檢測 即是沒有徵狀或是輕微的徵狀但可能感染了其他人 醫學研究論文《預印本平台》3月6日發布了一份研究並指出 截至2月18日武漢有37,400人感染了中共病毒 但當局並不知情 這些未報告的病例大多數發生在徵狀輕微或是沒有徵狀 但仍然具有傳染性的人身上 廣東省疾控中心3月19日在《新英格蘭醫學》雜誌發表的文章也表示 中共肺炎的患者在發病之後沒多久就檢測到高病毒載量 甚至有一位感染者從未表現出徵狀 但他所釋放的病毒量和出現徵狀的患者相近 這樣證明感染者在輕微的徵狀或是沒有徵狀的時候 都具有高度的傳染性 上海兒童醫學中心一項針對全國700多名受感染兒童研究則發現 56%的兒童出現輕微徵狀或是沒有徵狀的情況 研究報告指 中共肺炎沒有徵狀者多半有臭國味覺失靈 3月20日英國被科學會主席霍普金斯 和英國已被科學會主席賦馬在一份聯合聲明中表示 近日英國、美國、法國和意大利北部的 孤立性臭國全失病例數量突然上升 霍普金斯即是一封電子郵件中是這樣寫的 我們真是希望人們可以意識到 這是一種感染的徵兆 任何出現臭國喪失的人都應該自我隔離 這樣可以減緩傳播速度、挽救生命 韓國病例同樣顯示 在2000名的確診中共肺炎的感染者裡 有三成的患者出現臭國失靈的徵狀 曾經出演電影《悲慘世界》 又名孤星類的美國男星阿倫特維特 3月23日在Instagram自爆確診 並且失去了美國和臭國 MBA確診球員魯迪哥波特 也在推特分享了自己出現喪失味覺和臭國的徵狀 他說自己已經4天聞不到任何的味道 還詢問網友是否遇到有相同的情況 3月23日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CDC 發表一項研究顯示 在有乘客感染中共病毒 由稱武漢肺炎的郵輪上面 病毒可以活存17天 曾經停泊在日本的郵輪鑽石公主號 以及停泊在美國加州的郵輪至尊公主號上面 都有乘客和船員感染中共病毒 在所有乘客和船員離開郵輪之後 研究人員對每一艘的郵輪進行了病毒檢測 發現病毒在郵輪客房內存活長達17天 而且在有徵狀感染和沒有徵狀感染的乘客房間裡 都發現存活的病毒 regulated人員 此外國會診 trata 但是不是人員 通常很危險 因為最早的情況 嚴重災 無所謂的